震撼了,你们肯定想不到居然还有这种事,演员陈盈杰竟然为了缓解财务危机,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房子,大家知道吗?房子对我们而言可是象征着财富和安全感,多少人为之奋斗,咬紧牙关精心规划,就是希望能早日拥有属于自己的家。 然而残酷的现实,却让很多人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,卖掉自己的房子来应对眼前的经济困难。 就连我们熟悉的资深艺人陈盈杰也不得不忍痛割爱,卖掉自己心爱的家。 这位有着歌坛大姐大美誉的陈盈杰,出道多年,曾经在舞台上风光无限,近年来也经常活跃在各大电视节目中。 然而最近却传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,她的生活并不如意,不仅频繁陷入债务纠纷,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。 前段时间更是惊人地爆出,她丈夫李春鹤名下的房产竟被法院拍卖。 这让人不禁感叹,世事无常,人生如梦啊。 据了解,陈盈杰曾向好友邱胡借了高达280万元的款项,由于无法偿还,被对方告上法庭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,她又不幸患上了中风。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面对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,她只能无奈地考虑卖掉自己的豪宅。 陈盈杰的晚年生活可谓是凄惨无比,之前甚至突发小中风,导致言语不清,喉咙受损。 有一次,她醒来后想与姐姐交谈,却口齿不清,姐姐察觉异样,惊恐地问道, 你在说什么?然而当天她还有重要的表演任务,只能硬着头皮上台,向主办方说明情况。 好在老板体谅她的处境,没有要求她赔偿违约金。 在舞台上,她艰难地向观众致勤,贺一航则在一旁耐心地为她解释,并邀请观众一同演唱她原本准备表演的歌曲。 这让她深受感动,感慨道,贺一航真是个好人,那天多亏了她,只是原本约定好下次还要一起合作。 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,演出结束后,她的丈夫李春鹤立即陪同她前往台中澄清医院进行检查,结果证实是颈部血管阻塞引发的小中风。 她焦急地询问医生,这会不会影响我唱歌呢? 医生安慰她说,幸好发现及时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随后,医生为她注射了干细胞,并嘱咐她只要注意调养,积极锻炼,几个月就能恢复健康。 在康复期间,她改变了长期熬夜的不良习惯,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入睡,同时还补充各种营养品,促进血液循环。 过去她非常喜欢吃肉类食物,但听从丈夫的建议,现在饮食变得非常清淡。 谈到丈夫时,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透露李春贺已经坚持吃素长达三十多年,身体状况保持得非常好。 在休养期间,丈夫严格限制她食用油炸食品和加工食品等,还亲自为她烹饪三餐,每日驾车接送,尽显关爱之情。 此外,夫妇二人还会定期去寺庙祈福,顺便散步锻炼身体。 陈盈洁坦言,她的主治医师和亲朋好友们都认为她非常幸运,中风症状相对较轻。 而在此之前,她已经两年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健康体检了。 这次生病之后,她终于开始重视自身的健康问题。 不仅检查了大脑,还检查了肾脏、心脏等部位,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。 于是马上采取措施加以控制,索性一切都来得及。 历经半年的修养调整,陈盈洁终于开始接到了新的工作机会。 她笑着感慨道,好活动唱歌,和大家聊天,也都算是我的一种康复训练吧。 然而,每一次登台演唱之前,她总是先向观众们表达歉意, 坦言自己的歌声或许并不完美,但她会运用各种技巧来弥补不足之处。 令人瞩目的是,在那段时间里,她与曾经为她提供过借款的朋友秋胡之间, 发生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,甚至还被爆出曾骗取妹妹的金钱。 早在2013年,秋胡曾向陈盈洁出示了一张价值高达280万元的本票请求借款。 然而这笔款项却始终未能归还,最终导致秋胡被指控诈骗。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,检查机关发现这张本票上陈盈洁妹妹陈玉鑫的签名竟然是伪造的, 于是以涉嫌伪造有价证券罪对陈盈洁提起诉讼。 首次开庭之际,陈盈洁并未出席。 他的律师解释称,他正在金门参加节目录制,实在无法抽身出庭, 并承诺下次一定会亲自出庭,进行详细说明。 秋胡则向法官提出陈盈洁可能存在逃跑风险,恳请法官对他实施出行限制。 对此,检方回应称,如果陈盈洁下次仍然不出庭, 除了由法官采取强制措施之外,他们也将申请对其出行进行限制。 原来,陈盈洁的姐姐陈乃佳早在2015年就已经被法院判定, 在未经妹妹陈玉鑫同意的情况下,擅自伪造了妹妹的签名, 并以此为抵押,向秋胡提供了280万元的本票。 由于此举,陈乃佳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。 鉴于此,北检认为陈盈洁与陈乃佳属于共同犯罪, 因此以同样的罪名对他提起诉讼。 然而,陈盈洁的律师在法庭上坚决否认了这一指控, 并指出陈玉鑫的签名实际上是由陈乃佳签署的,并非陈盈洁教唆。 此外,陈乃佳伪造妹妹签名的行为也是受秋胡教苏所致, 起诉陈盈洁显然存在误解。 秋胡则反驳称,他只认识陈盈洁,并不了解陈乃佳和陈玉鑫。 当时,陈盈洁首先向他借款200万元,随后又追加借款80万元。 为了确保还款安全,他才要求提供担保,并且从未教唆陈乃佳伪造签名。 至于被伪造签名的陈玉鑫,他向法官提交了书面声明,表示不愿出庭作证, 并愿意原谅二姐陈盈洁,放弃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对此,检方表示尊重,但陈盈洁的律师则澄清,陈盈洁并无任何违法行为。 陈玉鑫之所以这样说,应该是误以为二姐被起诉了。 尽管如此,法官依然坚持要求陈盈洁本人亲自到庭说明案情。 然而,此后关于此事的具体进展情况,却再也没有相关报道流出。 回顾往昔岁月,自1973年步入歌坛以来,陈盈洁已经发行了超过80张唱片, 其中不乏众多筷制人口的经典作品。 他的首张国语专辑《春风》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,使得他一夜成名。 多年之后,他转战闽南语歌坛,更是声明确起,连续创作出许多深受大众喜爱的歌曲。 例如那首《风飞沙》,不仅打破了闽南语歌曲的销售记录, 更是成为KTV点播率最高的热门歌曲。 在那个年代,陈盈洁无疑是最炙手可热的艺人, 各大唱片公司和演艺场所都争相邀请他加入。 然而,那些显著的名誉并未能带给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满足和幸福。 相反,情感上的困扰和经济上的压力使他深陷困境,苦不堪言。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败,他坦诚地承认,自己并非能对所有事情都看得那么豁达, 曾经一度陷入深深的失望和痛苦之中。 然而,当他深情演绎了那首《海海人生》之后, 他终于找寻到了生活新的方向。 这首动人的歌曲正是出自香港巨星张国荣之首。 令人惊讶的是,后来他竟然因为无法承受人世间的苦难而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。 对于张国荣的离去,坚强勇敢的陈盈洁表示无法理解和接受。 陈盈洁,这位来自客家的美丽女子,在十九岁的那年, 她偶然来到台中万象俱乐部游玩,在舞台上无意间演唱了一曲。 没想到竟被星探慧眼石珠,从此踏上了辉煌的歌坛之路。 她拥有一副轻力脱俗的嗓音和一双明亮如星辰般的大眼睛, 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眼眉。 大眼睛姑娘,当时的知名导演何平,张美军等人都曾向她发出过参演电影的邀请, 但是她总是觉得自己身材不够高挑。 害怕与帅气的男演员站在一起会产生巨大的视觉差距, 从而影响观众的观感。 所以,她更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到歌唱事业中去。 在歌坛的道路上,陈寅杰并非一帆风顺, 经过歌厅的大力推荐, 她成功签约成为海山唱片旗下的歌手。 凭借一首《春风》迅速走红, 然而那个时候的歌坛已经被凤飞飞, 珍妮, 崔台精等实力派女歌手牢牢占据。 陈寅杰的人气相较之下略显逊色, 难以与她们看好。 陈寅杰性格直爽, 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, 对于看不惯的事情总会毫不掩饰地说出来, 这使得她常常与他人发生冲突。 曾经有一次, 秀场艺人们联合起来抵制杨燕, 而她却毫不在意, 依然与杨燕保持着友好的交往, 这引起了众多大牌艺人的不满, 甚至连她也受到了牵连, 于是她愤然决定前往南部灯台演出, 以此来躲避这场纷争。 1982年, 对于陈寅杰来说, 无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, 在演唱了近十年的国语歌曲之后, 她终于决定转向闽南与歌坛发展, 一首由湘城唱片发行的《天涯长爱人》, 让她的歌声传遍了大街小巷, 而随后推出的《中山北路行七百》等歌曲 也为她赢得了广大歌迷的热烈追捧。 在23岁那年, 她邂逅了同样身为歌星的攀剑, 作为一个一直以来都是母亲心中的乖乖女的她, 为了追求真爱, 不惜顶住母亲的强烈反对, 坚决地选择了与攀剑共度余生。 然而, 这段历经风雨的恋情, 最终留给她的, 却是攀剑留下的一大笔诈物和无尽的孤独。 自此以后, 攀剑告别了他们共同的家园, 音讯全无。 Etit了解决定的编程